大家好,我是瑪莎 今天幻塔终于开了第一个连接副本 那就是时空训练场 里面的最终Boss非常恶心 招式很难躲 虽然说目前难度一 大家还不容易翻车 不过呢 到了后面的高难度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 本期视频就出一期时空训练场的攻略 开始呢 先对最终Boss下拉服进行招式拆解 1.甩浮游炮 这招就是给玩家送换时的 手挤到最高点 刹地就好 2.全部浮游炮 围着Boss转 然后呢 四射 这一招要看换时得浪费两个闪避 建议直接闪避而乱跳 在天上躲 3.蓄力炮 蓄力一秒之后就发射了 没有任何提醒也不能触发换时 大家就只能心算时间 4.持续轨道炮 最烦的一招 伤害不高 但是击倒之高 陪闪避加跳跃躲 5.两种远程射击 直接贴身就打不着啊 所以呢 尽量贴身输出 6.二阶段之后 会放很多脱手激光 量势很多都不能触发换时 大家可以把Boss引出来打 或者说 绝对有奶量毒的时候 可以顶着打 7.大招 Boss开盾之后 如果不能及时机会 就会强制抓取一名玩家处决 再拉服务比较重要的招式 就是这些啦 只盯着甩炮 蹭换时就行 其他的招式专心躲避 最后呢 把时空系列场的单刷流程 看一遍吧 仅供参考 不建议单刷哦 单刷需要带两把铺盾武器 才能勉强破盾 等练度的要求很高 嗯 好了 不废话了 大家好好看吧 好呢 好 OK 很多 你就是受试者吗 你是谁 你就是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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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把他放在一起 诶 诶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喜欢给点三连还有关注吧 谢谢大家